大家好,2021年2月20日,第三部视频,上周拍过一部视频,说本周这期,其实十个国家参加这个,这期会议,还有慕尼黑安全会议,会成为全球遏制中共,打击中共邪恶政权的一个新起点,将会拉开对中共的这种全面包围。 本周这两场会议已经开始,这期会议也已经结束,基本和所预计的一样,在会议上达成了很多重要的共用时,中共确实已经成为所有民主国家所深恶痛绝的一个对象。 我们先看一下这期,七国集团,七个国家会议之后发表的联合公报。 根据会后的公报,表示,七国集团将发挥民主、开放经济和社会的优势和价值观,共同合作,让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折点,并推动复苏以提升人类的地球健康和繁荣。 与会领导还表示,支持经济开放,数据可信,自由交流,并致力于一个现代化,更自由,更公平,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这个拜登呢,是一直把中国现在当作最严重的竞争对手,但在这个这期公报和会议上,还是给中国留了一些余地,希望中共能够回归正常的这个国际秩序,能够自难而退,并没有说是现在就采取特别凌厉的这种态度。 在公报中,中国被提到一次,指出,在支持所有人公平互惠的全球经济体系目标下,我们将与其他国家接洽,尤其是包括中国等大型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也就是G20。 而七国领导人将就解决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相互磋商,采取一致行动。 这个谁做这个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呢? 那就是指中共,他现在以非市场导向,以专制的这种输出,这种做法来影响世界。 七国领导人将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制止这种破坏世界秩序的这种行为。 同时,七国集团还表示支持日本在今年夏天举办延期了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并且加强防疫合作,并提供一些资金给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等等等等。 对于这个冬奥会是支持媒体,肯定一个是不涉及,因为这期包括日本,而不包括中国。 第二呢,这个也是以后看中国,中共这个表现如何,再决定参不参加冬奥会。 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筹码。 这期这个会议,加上其他三家参与的国家,是那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相当于代表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体,政治体和军事力量。 他有可能会,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说过,有可能会代替G20,再加上两三个国家,比方说是,甚至包括,有可能包括越南,新西兰,这个巴西,这几个国家,涵盖之内,就可以代替G20,将中国撇出去。 但是呢,拜登还是体现了更宽阔的眼光吧,给G20的存在价值,指明了一条道路,希望能在G20框架之内,也能做一些事情。 希望中国能够回归这种正常的社会秩序,能够按照普世价值,按照国与国之间相处的,这个,大家所遵守的这种正常秩序来做事。 而不要太游离于之外,总是做一些匪夷所思,这都是一些很含蓄的说法,其实做一些,这个输出专政,输出维权,这一类的事情。 算是给习近平很大的面子,习近平我估计这个嗓子也,这个一心也掉在嗓子眼了,真要是G7发表一个演讲,希望能够扩大G7的今后的这个, 召开范围,吸收更多的这个符合市场,叫做自由市场规律的一些国家,一些民主的国家参与进来,然后,不提闭口不提G20,那习近平真是需要瞪眼了,我估计这等于是又掐脖子,他又要瞪眼翻白眼了。 拜登还是给中国留了一些机会,同时也是很稳健的一种表现。 那慕尼黑安全会议呢,更多集中在这个全球地缘政治和这个军事这一方面,它呢,更涉及到尖锐的一些问题,在这个会议上呢,就不和这期会议一样,谈得这么文章章的啊, 这个虽然会议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有这个主要的大国领导人,还有重要的组织领导人发言之后,还有专家论坛等等等等。 这个可能会稍微耽搁一些时间,看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这个公报,或者是最终的政策取向怎么样。 但从现在所流露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些重要的内容。 一个是,我挑一些比较重点的啊,和大家聊一下,还有很多,暂时大家可能不太关心。 啊,一个首先呢,就是,呃,拜登在上年的时候,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是以参议员的身份参加。 他说这个,川普的这种,呃,政策啊,呃,是不正确,是一种孤立的,呃,和这个,盟友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 美国,只要是川普政策,川普下台,川普这一届政府下台,美国会立即回归啊。 像今年,这个拜登呢,呃,上任,他,卢约的啊,代表美国来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而且拜登呢,是第一次,以这个,在任总统的身份参加。 啊,以前美国都参加,但是大多数是由这个,副总统,或者是国务卿来参加。 以总统这个身份来参加,还是第一次。 可见这个,拜登对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这个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是啊,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呃,在川普这个,美国优先对盟友进行了这个,大规模退群啊。 嗯,之后,嗯,在这个脆弱的时候,拜登以总统更高规格的这种身份参加,有助于修补世界这个自由世界联盟,有助于扭转这种全球的这个,面对邪恶势力的这种相对的有一些,呃,孤立和劣势。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拜登呢,是,我们,拜登说,我们将继续建立一个完整,自由与和平的欧洲目标,完全致力于我们的北约联盟,主要谈到的北约。 我欢迎欧洲在军事能力方面不断增加投资,使我们能够共同防御。呃,拜登呢,在前一段时间已经叫停了川普的,在德国撤出美军的这个动作。 因为德国没有受到美国的这种压力之下,增加军费,增加这个北约的这个军事分摊。呃,川普呢,就扬言,你掏钱少,我就出军手。 我就没有责任在那里派出更多的防守力量,就开始撤军。 拜登上台之后,就是认为欧洲防务北约的存在,呃,像马克龙所说,这个脑瘫的北约,北约不应该脑瘫,北约应该有很好的这个舞台,需要北约在欧洲安全,在全球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呃,所以叫停。呃,同时,在慕尼黑暗安全会议上,呃,拜登也是重申,希望能够加强北约,对欧洲的保护,以及对全球这种安全的这种支持。呃,同时,也提出来当年911的时候,呃,欧盟还有就是北约各成员国,秉承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就等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呃,然后其他国家进行支援的这个原则,对美国,呃,遭受的911袭击的这个发起者恐怖主义,进行了全球的打击。呃,拜登也在此表示感谢,拜登也重申将继续奉行这一原则,嗯,会保障在北约其他成员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大家一起,呃,一起这个应对。 一起打击这个攻击者,同时,这个拜登强调了将,结束20年的阿富汗战争,希望能够那里回归和平。呃,当然这个事情吧,有一些复杂,呃,涉及到各大国在那里的博弈。 呃,但是拜登既然已经把这个提上了议事日程,呃,想来会有一些强烈的手段和外交斡旋,呃,希望能够阿富汗早日回归平静。 中东也是如此,呃,然后还说了一些其他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关注,我们知道大家身为中国人更关心的是对中国,这个邪恶政权的这一种态度。 嗯,那我们看一看中国。 嗯,那我们看一看中国。 这个拜登重申,历史,这个民主的重要性,民主政体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根本保障。 嗯,必须要捍卫民主,为之奋斗,呃,争取它,加强它,更新它。 民主不是这个偶然发生的,民主是大家,所有的人,所有的民众一起努力,一起维护的,一起争取到的。 嗯,希望大家都能更好地维护这个民主世界,自由世界。 嗯,后面呢,就是紧跟呢,拜登说,我把这个拜登说的话更多的念一下哈,然后有必要的话再和大家解读一下,大家都理解我也就不废话。 嗯,拜登谈到中国的时候,认为,必须所有的这个自由世界民主国家, 要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 嗯,拜登说,我们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美国,欧洲和亚洲如何共同努力? 亚洲肯定是指这个自由国家,自由世界,像日本,韩国,嗯,印度,嗯,这几个国家,嗯,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 共同努力,确保和平,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推动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将是我们所做的最具有影响的努力之一。 与中国的竞争将是激烈的,这是我所期待的,也是我所欢迎的。 因为我相信,欧洲和美国以及我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在过去70年努力建立的全球体系, 必须得到保护。 他表示,我们可以拥有未来的竞赛,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需要历史性的投资和伙伴关系。 我们必须保护创新空间,知识产权,以及在开放民主社会中随着思想的自由交流,而着涨成长的创造天才。 我们必须确保广泛和公平的分享增长的好处,而不仅仅是由少数人分享,也就是由少数的专制特权这个国家来享受这种。 我们必须回击中国政府破坏国际经济体系基础的经济滥用和胁迫行为。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美国欧洲公司必须公开披露公司的治理。 对公司治理结构和遵守规则,以阻止腐败和垄断行为。 中国公司也必须能遵守。 我们必须塑造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进一步和行为规范的规则,让他们用来提升人,而不是用来压制人。 说的都好,这是用来提升人们的生活,保障人们的人权,而不是用来压制人的。 我们必须捍卫民主价值,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反击那些垄断和镇压。 这个,拜登呢,同时指出,这个和中国的进行的竞争将是一种激烈的,长期的,它不同于冷战。 确实,这个,很多朋友可能认为它和冷战有点类似,但和冷战确实有根本的不同。 冷战是什么呢?是苏联军事集团和社会主义阵营和自由世界的长期的一种政治军事的对峙和较量。 是一场没有战火的战争,所以把它叫做冷战。 它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在这个军事领域所进行的。 双方这种交流,科技交流,人文交流,经济交流,经济欠和和合作非常的少。 这方面呢,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是,不是苏联阵营,就是美国的北约的自由世界阵营。 净文分明,没有很多的交集。 而现在呢,和中国的这种激烈的竞争呢,和过去大不相同。 和中国的这种竞争呢,是掺杂了这个意识形态,政治,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经济严密的咬合,中国已经深度切露世界产业链的这个构成,是经济全球分工的一部分。 呃,甚至在很多领域,中共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和暂时不可切割,不可分割的这个特征。 你现在要是有一些行业离开中国,会对很多国家的这个需求,很多民众的这种商品需求,特别是中低端的商品。 以及在很多中高端的这个商品,供应链,产业链方面,也会造成很多的影响。 你们比方说中低端的,像是礼品啊,玩具啊,饲料制品啊,这个衣服啊,这个纺织品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中低端的代表。 呃,你说在这个中高端或者高科技方面的,也有这种产业链的分工。 你比方说这次抗疫的药品,美国含有很多自由世界所需要的抗生素。 它就是低端的这个,呃,原料药啊,呃,这个制备和,呃,叫做化学反应,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呃,然后再运到国外进行精加工。 也有的呢,是在国外进行的,比方说在印度进行的。 运到中国再次进行第二步第三步加工。 然后再运到美国进行这个最终合成和分装等等。 这种情况很多,呃,汽车产业也是如此。呃,很多国家的这个汽车品牌已经在中国进行这种制造和总装。 然后再向往海外,这种情况呃,呃,表现在很多的领域。呃,现在和中国呢,竞争呢,更多是表现在这方面。呃,军事方面呢,中国正在崛起,正在展现露出它的爪牙。呃,对他国,呃,这个通过贸易所取得的利益,不能达成目标的话,就想伸出维权。 包括对印度边界的这种事端挑起,对日本钓鱼岛,呃,日本的这种挑衅。呃,美国一重申这个钓鱼岛,符合日美安安安安保的那个条约,中国马上就派出新的这个海警法下的海警船,呃,武装对钓鱼岛进行巡视。 这个,咱先不说领土纷争的问题,呃,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如果要是真的想邀回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呃,呃,而中共呢,也并没有一直强力索要钓鱼岛,而更多呢,是把钓鱼岛当做一个,呃,与日本交易的一个筹码。 每当事态紧张的时候,呃,一个是忽悠忽悠放放这个抗日神剧,一个是抵制抵制日货,再一个就是,呃,掀起这个保调运动,啊,这是中共,中共从来不把领土当回事,它只是作为它操弄民众,民意,以及对国外施压的一个砝码手段办了。 也就是说,现在中共通过这个军事上的武装,也开始对邻国,对世界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包括在南海,这个占领这个有争议的岛屿,呃,准备,或者是恐吓经过南海这个区域的这些,呃,自由航行的船只,呃,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如果它完全把这一块占为己有,那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能源和物流,呃,商品流通都会造成巨大的威胁。呃,关键是你如果要是站在法理这边,按普世价值,按照国际法来行事,呃,那当然可以,有争议的话,大家可以协商,而不是你对这个法理的解释,有用的你用,没用的你选择性的摒弃,用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 拜登的这番谈话呢,呃,就是揭示了这个,这次和中共的这种长期尖锐的斗争和冷战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也讲了,它和冷战不一样,就是中国和全世界的这种紧密有和,不是近卫非明的苏联和美国自由世界之间的这种斗争,那就是政治和军事斗争。 经济上很少有往来,只是很少的补充罢了,而现在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这个维权社会,呃,掌握了世界产业链分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且对很多这个关键的商品,呃,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权,如果贸然呢和它解体,呃,世界产业链会出现断裂, 整体世界经济,可能会带来灾难,而中共呢,一直呢,希望所有行业,所有环节能够自给自足,保证,哪天关起门来的时候,这个奴隶国自己可以在家里边的很嗨。 这就是中共和这个世界的不一样,世界呢,还是相对来说,对这个中共的邪恶本质,没有看得这么深,也没有看得这么远,但是中共呢,他这个贼一直在惦记着,所以呢,他早早就未雨绸缪,呃,有自己的两手打算。 一,是嵌入世界产业链,挣世界的钱,并且输出这个大国理政,习近平的威权思想,二呢,自己呢,各个环节一定要掌握,尽量呢,不掌握在别人之手,万一哪天关起门来呢,自己啥都能做,那个什么都能弄,超级权贵,统治全国,得心右手,一点问题没有,他已经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 呃,现在拜登呢,是不像川普一样,希望呢,呃,第一呢,是团结盟友,呃,协作,是维护,普世价值与民主自由人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呃,要,保障,呃,今后和这个太平洋两岸关系,呃,大平洋两岸关系,就是美国关系, 呃,维护,这个北约,这个军事同盟,呃,同时强调和中国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能够,嗯,大家也能够有这方面的清楚认识,嗯,至于这个和中共的这个遏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这个我想应该后边还会有其他的步骤在展开, 而且也会分步骤的,不会像川普那样,就是这么,这个东一拳细一角的,肯定会分商品,能带能代替中共的,就会慢慢代替他,不能代替的,还会继续使用他,然后,根据中共的这个反应,他是否能够回归正常社会,如果能回归的话,还给他一些机会,呃,给他一些利益,不能回归的话,进行逐步切割,嗯, 嗯,这,符合,我们一直预计的,拜登民主党的上台,建制派的上台,这种老司机,会把车掉头之后,开的,开的更稳健,会更通盘考虑,全球利益,和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这种本质,嗯,两场会议挺好,我们看看最终的,其他的这个,会议,内容进展, 但基本上,大思路已经,定了,嗯,留给中共的时间,并不是太多,呃,但我也相信,中共不会掉头呢,因为习近平正在,也在开作马力,这个,脚踩在油门上,加速倒车,现在又开始,全面准备,恢复传统文化,呃,十年文革,呃,打烂的,也是中国的,民粹传统文化,现在又重拾传统文化, 使起来的,也不过是传统文化里的糟粕罢了,他无非就是想恢复地质,呃,想这个,恢复什么,君君臣臣,这个,复复子子,这些东西,而闭口不谈,这个,这个,民为重,军为轻,啊,涉及为重,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权力为轻,啊,以及法理,大于,这个,道法,大于,这个,呃,政治,大于,这个, 军王朝廷,啊,这种东西,他都是不会懂的,他这个小学文化,他也只是,在像王沪宁这种狗腿的,这种,出谋划策之下,选择性摘取一部分东西,美情命运恢复传统文化, 无非就是为了他光着屁股登机,呃,加速倒车,做一个准备,罢了,好了,拜拜。